第274章 偷会 小年媳妇一听 果然如此 便紧张地拽住男人胳膊 那咋办嘞 我不要回娘家 人家会笑死我的 小年 你帮我求求宫殿和伯父 我贵两天还不成吗 周小年气恼地说道 要是我没求 你眼下呀 怕是已经在清北村了 哪里还能留在这儿 你要是真的诚心改 那就该自己到爹娘的跟前去认个错 认打认骂还能掉块肉 话说回来 就算掉块肉 也比修回娘家好 小年媳妇急忙点头道 嗯 我去 我去认错 周小年瞧着媳妇无奈地叹了口气 甭管她如何可恨 终究还是寻常的媳妇 一提休期 就跟双打的茄子似的 往后要好好地管着她才成 也不知周宝柱是如何管教儿媳妇的 不过菜花终究没有被修回娘家 就是村里不大见到她的身影了 像是被周家管住了 再说李家 李明锐回到家 狠狠地痛骂了李明堂一顿 说他老糊涂 不顾孙女的名声 与人赌趣 让全村的人看老李家的笑话 李家几杯子攒下的名声 叫他一把火给拜光了 精灵到了家 再也不顾忌 说爷爷要是再上郑家讨说法 就等着帮他收尸吧 这话让李明堂脸色大变 李根牛和媳妇都拉住闺女 说一定不让他受这个委屈 李根田瞧着他爹的目光 很是埋怨和不满 李根牛的两个儿子也觉得爹也多事 害得妹妹被人笑话 一时间李明堂重判清离 他不能再去找青木的麻烦 可是心里更加气震惊了 作坊里青木带闲杂人散去之后 陈申对证人道 往常咱们只晓得重几某天 日子不好过 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 如今这房子好歹能赚点钱了 要是再不好好的干 再穷也怨不得旁人 有闲区干的破事 还不如定下心来多赚些钱是正经 常亮呀 你可不能再跟先前似的 不拿这份工当回事 你跟孙铁柱都是村长选的 一个在酱菜坊 一个在香肠作坊 要是他那边没事 你这边出了事 那不是丢人吗 我可不是吓唬你 总要精心些 要晓得 好多的村子都演弃咱青南村内 你敢说没人会来偷东西 这香肠可是值钱的很 就是偷回家自个吃也好 要是再跟昨晚似的来这么一回 你就跟小年媳妇一样 直接回家吧 李长亮站起身来 仗红脸道 正管事放心 我往后定会用心的 你瞧着吧 他也不好叫青木了 直接称管事 黄小敦也惭愧的说道 昨晚 昨晚喝了些酒 有些晕 往后呀 咱再也不喝酒了 连林大爷的检讨 说自个儿开门没用 又提议 作坊要养两条狗 这样也警醒些 来着生人 狗会叫的 青木听了点头 嘱咐他看着拜 尽快弄两条狗来 他又对大伙说道 三爷爷今儿有一句话说对了 我爹就兄弟一个 郑家呀 要单独建的作坊也难 就算是拉上怀子 照三叔帮衬 村里人建我们发财 怕也会野红绅士的 我跟我爹呀 都懒得烦那个神 索性将大伙都算上了 如今这个作坊等于是大家的 我家也并没有多占一份 要是还有人搅事 你们说咋办 李长亮诚恳的说道 青木 我三爷爷年纪大了 他说话呀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都晓得 你家是懒得操心烦神 并不是办不好作坊 大伙眼睛亮着嘞 你放心 要是再有人搅事 我们呀都不会饶他的 贵致怒道 对 再有这样的事呀 大伙就使劲的捶他 瞧他还咋在村里哼 强嫂子气道 哼要扣钱 一扣钱呀 他就心疼了 青木道 我说这话呀 不是表公 是要告诉你们 大伙都要警醒些 要记得 这房子里的香肠 有你们自家的一份 大伙都警醒 那有些小事呀 就是有人详实话也不成 这么多人看着嘞 说完这些 他又细细的盯住了 李长亮一方 这才人散了 各自忙碌不提 晚上张怀一家聚集的郑家 说起今天的事 都摇头感叹 郑长和叹了口气道 哎 周矮子呀 今儿气狠了 她是个要强好面子的 这喜热媳妇让她丢脸 本想把她修回家的 谁晓得直不乐意 菊花倡议的问道 又不是她自个儿的儿媳妇 这么生气干啥 张大山笑道 哎呦 菊花呀 这呀你就不懂了 本家兄弟之间 打断骨头连着筋 想分开都难嘞 你没瞧见村长三叔吗 硬要亲目给个说法 村长爹呀 气得要打他嘞 就像他说的 要不是怕丢他老李家的脸 管他咋弄 说起这事 杨氏就生气 他啪啪嘴道 这个老糊涂 真是糊涂到家了 怕是因为年纪大了 脑子不好使 不然能这样 张怀今儿去了下堂级 果不知这事 听亲目亲身说了事情的经过后 想了一下微笑道 我觉得呀 这么闹上一回也好 一来呢 让你发现了作坊的一些问题 早发现早诊治 要是等出了大事 才发现这些不妥之处 说不定呀 就要费好大的劲折腾 嗯 再有 今天这事呀 也帮咱们提了个醒 方子里做工的都是些媳妇 日常进出形式 还是要小心捡点些才好 不然真的忍受啥事 那时呀 全家受累 所以你该庆幸才对 如今还能照常娶嫂子 要是娶不成了 真要退亲再娶 那时呀 你就哭去吧 听得大伙哄笑起来 张阳也丢下书本 跑来凑热闹 此时接腔道 哼 三爷爷要闹 就如他的意 让亲母哥哥把精灵 纳了作妾 退心再娶是不成的 菊花文言 差点被口水给呛了 几个大人 也是愣了片刻 才大笑起来 清木则狠狠地 瞪了他爷爷说道 你还不去看书嘞 明年呀 该参加院士了吧 咱可是指望你 重秀才 重举人 重劲是 一路的往上升嘞 宰相啥的 就先不说了 你先弄个小先令当今再说 张阳笑眯眯的 揉揉眼睛说道 就不许我歇会儿吗 老是看书眼睛难受了 听你们闲话 我还能笑一笑 我可是很用功的 小石头呀 整天被夫子追着 逼着看书 不过这小子 就算这么的 也是比我说读得好 真是气死了 正常和大笑道 羊子 不要跟人比 人比人呀 气死人类 你呢 只管好好地读你的书就是了 就算考不中秀才 你爹呀 也不会怪你的 说笑了一会儿 又转到 青木成青的事情上 杨师就笑道 哎呀 也没多少日子了 我这心里呀 怪紧张的 老觉得忘了啥事似的 何时笑道 嗨 能忘啥事 明儿呀 我帮你理理 你不过是高兴的 几个长辈 就说起成青的事情了 菊花则跟青木张怀在一帮听着 不时地插上一句 提些建议 青木是定于腊月初一成青 随着成青的日子临近 郑家就忙碌起来 由于本家的亲戚少 左邻右舍的主动帮忙 连带着跟着忙碌 郑家沉寂了十几年 终于要天人了 杨师和郑长和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忙得脚不沾地 菊花的两个老姑奶奶 也早几天就过来住着 要亲眼瞧瞧 娶侄 侄孙媳妇 这天张怀帮着郑家从下堂级运回一批 陈青用的点心食品 各样礼品等 卸下牛车 交割完毕 悄悄地对菊花使了个眼色 然后出了郑家院子 菊花戴上帽子 趁人不注意 来到两家之间的竹林边 果然张怀等在那里 便微笑问道 傻事嘞 跟做贼似的 叫姑奶奶瞧见了 又要说你 张怀先是迟疑了一下 想要伸手拉她 又忍住了 一边无奈地 对她展颜笑道 你还说了 这姑奶奶也太 他竟然说不下去了 只得咧嘴傻笑 菊花微笑道 她管你呀 管得对 你读了那些书 难道不知理法吗 不过是 咱们仗着 从小一块长大 又定了亲 才放肆了些 让人瞧见了 还是不妥当的 往后是该小心点 原来 自从菊花的 大姑奶奶过来之后 菊花和张怀 就没法子 常跟往常一样相处了 老人家有一回 见两人 竟然头挨着头 几乎靠在一块 看一本书 并不停地 说笑评论着 立时放下脸 将菊花狠狠地 叫倒了一番 更是痛骂了怀子一顿 还是杨氏过来 打圆场 才把这事糊弄过去 晚上她到底 还是又教训了杨氏一顿 说菊花虽然定了亲 也不该跟怀子 走得这么近 就算是沉了亲的两口子 说话行事 也要注意分寸的 菊花也是心虚加惭愧 过后再跟怀子说话 就用这种约会的方式了 想想也实在是好笑不已 不过她倒是没有讨厌 这位老姑奶奶 晓得她也是为自己好 怀子点点头 微笑着对她说道 嗯 我在下堂级 买了四某地了 靠近小青河边 离你们家铺子比较远 菊花听了一愣 见她含笑的样子问道 你也要盖铺子吗 那为啥买那么远嘞 怀子笑着摇头道 不是盖铺子 就是为了将来 盖这个大院子好住的 总不能你嫁过来了 去集上没地方住 只能住娘家吧 她想着哪怕盖个小一些的园子 那也是自己为菊花盖的 虽然不能跟郑家相比 那也是自己努力挣的 还有那鱼塘也是 菊花那么喜欢养鱼种藕 她便也挖了一亩池塘出来 慢慢地培养着 否则菊花一出嫁 啥都没有了 怕是她不会习惯了 自己还是先为她准备着 让她觉得就算出嫁了 也跟娘家差不多才好 菊花微微一笑 眼下还没澄清嘞 下堂集就有好几处房产 也算得上是小地主了 她就轻笑地问道 哼 那你是不是花了不少银子 这样也就够了 往后呀甭花钱了 该为羊子攒钱嘞 她从参加院士起 怕是就要不停地花钱了 读书其实是最耗费钱财的 怀子点头认真地说道 嗯我将羊子要用的钱呀 都留下来了 就算啥也不买 也不能耽误她读书 夫子说她跟小石头 都是有大前途的 再说羊子自己也喜欢读书 我做哥哥的 当然要搬趁着 她这么苦读啊 不说为了公民 就是对我也是有好处的 我呀也跟着念了不少书来 不然出了学堂 该把先前学的东西都撂下了 菊花看着她轻笑 赞赏之意十分明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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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